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是咱们的上海上岗也是我们的国足大将石科 石科你好 你好 另外是我们的丽宝 丽宝你好 大家好 可以说在刚刚结束的中超联赛第三轮 我不知道石科是今天到的上海还是在昨天晚间回的上海 昨天晚上 这三轮比赛过后感觉怎么样 还是挺刺激的 然后竞争也非常激烈 球队上下也做好了准备 然后新挑战新的开始 之前是受伤了 第三轮比赛是上场了 自己的整个伤情应该是全恢复了吧 还有一点 但是由于我们队今年的伤病比较多 所以说队一也在积极的给我们进行康复 在一些伤病治疗比较不错的前提下 能允许上场 我们还是尽力为球队效力 李彦觉得上岗的前三轮比赛感觉怎么样 咱们一块说了三场比赛 我个人感觉上岗的也是三场连胜 但是今年好像各方面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可能也像刚才时科所提到的可能竞争的环境更为的激烈了 各支球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近的水平 所以有的比赛一些细节上处理好了 也许就能够赢下最后的胜利 但是有一些细节如果处理的不好 这个比赛最终的结局走向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确实 好我们这儿会来到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个板块 来看看今天的五星大嘴巴 过去的一周 五磊西甲加泰罗尼亚德比等关键词频频登上热搜 成为了这个周末最火爆的足坛热点 现在是周六晚间十一点多 那么我也是来到了今晚的一个西甲观赛现场 在我的身后是围绕了大量热情的西甲区别 他们具体在此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见着五磊在登陆西甲之后的首场 加泰罗尼亚德比 究竟谁才是今晚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球王 相信球迷心中是有答案 世界上有两种足球 一个是世界足球 一个是中国足球 可能全世界公认的加泰罗尼亚的 无垒和梅冲尼亚有一个激情的分装 然后最好就是梅西也进球 如果无垒也进球那巴塞赢一球 无垒也进球了那就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自从五磊登陆西甲之后 他西班牙人的每一场直播我都有看嘛 希望他早快点登上场 登上西甲的赛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场中 包括这么多球迷的关注 我希望他能顶住压力 作为一个上海人 五磊是我们的骄傲 其实真的很纠结 不知道帮谁 但是作为一个 让我说一下 将近二十年的巴塞死终 那没办法一日红蓝终生红蓝 希望他能够有亮眼的发挥 作为替补出场 可能他的发挥肯定会更好 因为上半场他们可能是守得很厉害 下半场可能有机会很多 十百亚人加油 无垒加油 一张颇有年代感的照片 把我们带回了十一年前 2008年的奥运会 16岁的吴蕾还是阿根廷的球徒 当时的他一脸稚嫩 与梅西阿归罗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十一年后的今天 当年的小吴蕾走向了万众瞳目的西甲舞台 有了与梅球王搬一搬手腕的机会 虽然没能出现在首发名单中 但吴蕾依旧是每一个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 当他替补出场的那一刻 现场位置沸腾 吴蕾与梅西的对话 也在这一刻正式会起 也许是中国球王吴蕾的上场 激发了世界球王梅西的斗志 吴蕾上场后 梅西的攻击更加犀利 先是打出一笔非常精彩的勺子点球 又在比赛尾声没开二度 而吴蕾登场后的表现也相当积极 他不断利用自己灵巧的跑位 在巴萨门前寻觅机会 队友的两次传中 吴蕾差一点点就将球碰进了球王 如果不是对方后卫朗格来两次救险 吴蕾也许就可以得分 当晚的加泰罗尼亚得比 巴萨无疑是最终的赢家 但吴蕾的出现 却让中国球迷保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有梦想有盼头 获取正是足球的意义 我觉得好像和之前他在上岗就是比较巅峰的时候 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差距吧 但是他今天表现的也算是还不错 特别的激动 因为吴蕾毕竟是第一个在西甲上 却得进球的球员马来 表现非常好 我觉得吴蕾表现还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有两个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朗格来的表现实在太好了 可能没有把那个机会给把握住 因为在西甲尤其是对巴萨能表现出这样的好位意识 包括他的几次非常威胁 门前非常威胁的强点吧 他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满意 有一种那个王凤王的感觉 其实很想巴萨赢 但是吴蕾希望吴蕾能够进个球 我觉得我个人对吴蕾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吴蕾也是我们的王 对 很难得的见到中国人出现在西甲赛场上 因为他给队友的这样碰到一个机会 还是很能够看出来他很快的融入了这个新家庭 也希望他在这个西班牙人越来越好 对 间歇期后的首轮连赛 上海两强各自颁复客场 上海上岗子一前往河北华夏 虽然深沉近几日的白天气温已经接近20度 但华夏却依然是穿着大衣服 至少要在梦前处混�urity 在黑湾上深了un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我们的阵容相比上赛级没有太多变化 相信对手也会把我们迷得很透 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段时间多去振奋 申花本周同样是以做客身份来到航海提倡 之前被国奥征召的小将朱晨杰重回首发 规划球员钱杰给也迎来了自己的中超首秀 凭借着王伟转身过人的一脚助攻 伊哈洛在下半场开局就为申花领先比分 此后主场作战的剑业大局猛空 对申花的城门几次构成威胁 索性都被领帅去之门外 比赛最后十分钟高潮迭起 剑业先是依靠着冯卓毅的电射破门 搬平了比分 随后莫林诺街外围刮林挑船 反越位成功统设破门 场边的花帅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与工作人员抱住一团 兴奋不已 支教申花后的首胜终于到来 今天能拿到三分 真的很不容易啊 而且是被对方在最后十个班队以后 我们队长还最后进了一个球 这些非常漂亮 挂临的巧才 然后国王闪将今天 就像你才回归以后 对我们的货房心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上场比赛我们两个师父丢了两个球 今天实施国二小将 不先绝对回归 让我们的货房心更稳定了 关注完男足之后 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女足 上周三 2019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 奖杯巡展 中国站在梅隆同学举行 活动邀请到了前女足国家队队长 孙文 蒲伟等人 以及中国女足主帅贾秀玄 队长吴海燕 汪林立 和50名女足清训中心球员们 共同参与 活动中小球员们亲手写下了 对女足姑娘们的祝福 现役以及前女足国家队队员们 也分批进行室外足球比赛 在女足姑娘的带领下 小球员们受益不少 今天大家给老周新三代人 大家今天能在这个活动中 大家相聚在一起 又能同场进去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和延续吧 比赛结束后 国际足联女足发展部部长 沙拉布斯和所有参与活动的成员们一起 将代表着世界女足至高荣誉的世界杯奖杯高高举起 今年6月 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就将发开帷幕 期待中国坑枪玫瑰们 在世界杯舞台上全力展现新一代女足的风采 谁都希望拿冠军啊 我也希望拿冠军 当然梦想也是冠军 还是希望吧 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的辛苦 女孩子们的辛苦 没有白付出 没有想很多 主要比赛嘛 肯定要先从小组开始打 我们就一场一场打 一场一场打好 我们要先从 从开始就要做好吧 反正从小组太开始 就成立一副 五星大嘴巴由金小草灌名播出 为嗓子大喊 就喊金小草 西沙明珠亲情打造 金小草既容充盈 选用14种草本植物精华 为符合幼儿口感 特别加入了香甜的柠檬 嗓子好 金小草 西沙明珠荣誉语出品 确实 刚刚过去这一周呢 应该说整个这个信息量是相当的大 可以说这个上海的三支球队 上岗深花 以及中甲联赛中的身心都赢球了 这应该是很久 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好消息 一个非常棒的周末 咱们这儿呢也想问问力宝 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过上海上岗的 应该说前三场比赛中的三战全胜 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的防线的表现 特别棒 没有丢球 怎么来看待上岗队 今年这联赛 开赛以后这个状态呢 其实我个人还是有一些意外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之前会担心说 吴磊的离开之后 这一支并没有再做太多变化的上岗 会不会给到一些我们好像说不一样的 或者一些让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但是从目前的三连胜的结果来看呢 让我感觉整个冬天 他们的整个准备 或者是说是一个训练是非常的充分的 而且三连胜的结果 特别是这一场的客战 而是赢了之前都没能够赢下的 这个河北华夏幸福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上岗而言 或者是同样在客场取胜的生活而言 我觉得对于所有这一次上海的球迷 应该说刚刚过去这个周末 还都是蛮开心的吧 对 时刻应该说有这么一个信息量 其实很多球迷 包括之前跟李英也在讨论 因为今年上海上岗的 由于上海赛季拿了冠军 咱们的这个东迅 应该是整个中途联赛中 最晚的一支开始的球队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咱们算上亚冠算上联赛 状态是相当的不错 这次的东迅 你个人感觉整个球队的东迅的状态怎么样 我们虽然时间比较晚吧 但是我们参加这个东迅的力度非常大 然后训练量也非常大 包括比赛在一起都非常密集 然后我们也知道 要有一个很好的东迅 然后为赛季开始的一个比赛 做好准备 所以说每个球员也都全力付出 好好的去准备参加这个东迅 是 李彦 咱们看到这个上海上岗队 这个赛季 其实上来以后 无论是 三十三 有的时候呢 三五二都有 这样的话 只要球员在场上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力的话 其实攻防转换对于整个球队来说 它的轮转会来得更为的灵活一些 确实 应该说呢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整个上海上岗队 应该说在联赛第三轮的表现不错 而且时刻我们也知道 这个之前在河北的课长比赛 上海上岗队就没怎么取得过胜利 那么这场比赛 你觉得对于球队的含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河北这个课场 然后主教练一直在跟我们强调 然后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非常好的成绩 是因为我们球队非常的谦逊 然后呢 也非常的稳定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来这里 我们要拿 是来拿分的 所以说 我们做了很多的艰苦的准备 然后呢 包括场上一直在防守 大家不停的补位 奔跑 然后呢 最终我们拿下来比赛 然后给上海带来一个 非常好看的一个比赛吧 确实 的确 三连赛以后呢 目前上海上岗队 对于这个赛季联赛的冠军的 这个争夺的信心和整个这个雄心 应该能够感觉得到 刚才力宝也聊到过 就是咱们看到这个失去无垒的上海上岗队 应该说在整个联赛的表现很不错 而且现在力宝 无垒似乎成为了一个所谓现象级的 这样一个足球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对于无垒 在西甲联赛中 这几轮比赛的表现 你怎么来看 其实之前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也是在五星足球 有说到过无垒这个话题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个破门 我记得 然后我就说 他只要一步一步 先这个可以替补登场 然后就会到首发 就会有进球 的确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反倒是因为 已经完成这些东西之后呢 大家好像把他的期望值 就变得更高 就有点像 其实前面短片当中有看到 他当时那一张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我们之前我也看到过有一个 他在应该12岁的时候 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有聊到过他的梦想等等 其实我个人觉得 无垒目前到西甲之后所做的 就是在延续他的梦想 大家不必要去苛责 或者还去要求他些什么 这是我个人感觉 因为其实每次做印钞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会聊的最多 就是孙星明 他现在这个亚洲的天王 我每次看到场边有一些 来自于韩国的球迷 拿着国旗去为他加油的时候 我个人当时的心情是有些羡慕的 我想说什么时候 我能够在国外的联赛 看到有我们自己的中国国旗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中国球迷 可以去加油呐喊 所以我觉得无垒的出现 就让我也有一种梦想成真的 是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 更多像无垒这样的球员 去到欧洲五大联赛中 为五大联赛中 咱们的中国球员 来好好的去证一下名 那咱们这边来看一看 这一期的五星最焦点 咱们的这个题目也非常有意思 叫做五球王西行记 谁才是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球王 在这场巴塞罗纳得比之前 各种标题党为了争夺眼球 纷纷祭出了如此所动的言论 其实梅西和吴磊的实力对比 大家心里都有点A和C之间的数 但是我们已经太久 没有见证海外球员 登上五大联赛的焦点战役 于是难免心怀期待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吴磊的故事堪称励志的典范 2004年还不满13岁的吴磊 跟随恩师根宝参加了一档 综艺答题节目 圆圆的脑袋 稚气的嗓音 那时的小吴磊 着实蒙帆天际 在这里让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青年快乐万事如意 升级健康吧 吴磊 我知道你有一个记录在你队伍当中 你是年龄最小的 然后你是身高最矮的 你是体重最轻的 你就这个三个记录好不好 应该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在哪里啊 坏处我们都能想到这个身材太矮小了 好像拼命不足 好处在哪里呢 特材比较灵活 你比较灵活 你觉得你是队伍当中最灵活的一个 差不多 你希望以后你成为足球巨星之后 你的转会会达到多少钱 有七千万吧 七千万人民币还是美元 美元 哦美元 七千万美元 你知道七千万美元 如果把它给一百一百的累起来的话 累累多高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怎么忽然就爆出个七千万美元 越多越好 哦越多越好 那你知道罗纳尔多他现在的转会费是多少吧 那我报给你听哈 他能从这个国际米兰转到皇家马德里 他倒是四千六百三十万美元 你要比他高出竟然三分之二 厉害厉害 人小志气大哈 希望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根宝足球基地当中 涌现出那么多的足球巨星 到时候说不定真的会创造这样一个天价般的 这个转会配 小身材却立志在绿音场上有大作为 年轻的吴磊为了自己的目标 一步一步踏实前行 17岁那年 他和梅西阿归罗拍下了这张著名的合影 22岁那年 他代表上岗打进了中超手球 从中超本土射手王到中超真正的射手狼 从上海迈向巴塞罗那 2019年 吴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留学之梦 对阵黄色潜水艇 他替补迪达克上场 此时距离张成栋上一次登陆西甲正赛 已经过去了1130天 对阵巴拉多利德 吴磊打进了中国球员在西甲的处子球 他的脸上并没有过多兴奋的表情 因为他知道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他 2019年3月30号 他终于再次站在了梅西的面前 这一次吴磊的身份不再是陪练的球童 而是一个真正的西甲职业球员 西班牙媒体都知道吴磊在中国的影响力 他们甚至计算出了吴磊的球迷人数 是梅西的14倍 在各大论坛上 所谓的五吹大行其道 但吴磊对于自己刘洋的意义 却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觉得西甲是全世界最棒的联赛 因为来到欧洲踢球 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能够在这样的联赛效力 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 包括对我们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 会带来很多的帮助 我来到西甲之后 会给西甲带来 在中国带来很多的影响力和曝光度 中国的球迷也能够更加全面 更加的了解西甲所有球队的一些情况 球队的技术总监或者主教练 非常了解我的特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自己的上场比赛的机会 会更加多一些 而不是更多的去看重商业因素 我觉得在跟商业因素相比来说的话 自己能够更多的上场比赛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当然陈主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毕竟是中国的老板 对于西班牙人俱乐部的历史渊源 无论也是如数家珍 来之前我知道这是一家非常历史 非常悠久的这个俱乐部 然后我知道西甲联赛成立之后 其实第一个进球是我们俱乐部打进的 现在中国人的第一个西甲进球 也是我们俱乐部打进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现在因为我刚来 然后因为语言的关系 在这个训练之前 教练会跟我大概的说一下 我觉得足球这个 只要大家都是这个 非常好的球员 其实在足球场上就可以 用这个传接球 用技战术这方面来教 谈到自己的西甲首秀 无畏记得每一个细节 因为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觉得那个时候 自己还是觉得比较突然 因为也是有一个特殊情况 我的队友皮亚蒂因为受伤 所以自己也没有想到 能够这么快的 就是在这个主场能够出场 因为当时球队也是零比一落后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上场 能够给球队在进攻方面 带来一些改变 所以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积极 然后希望能够给球队 做出很多贡献 然后那个点球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有信心 在面对后卫的时候 所以可能如果不犯规的话 我的第一个进球 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 处子秀就制造了点球 这样的表现仿佛一针强心剂 之后的进球自然是水到水上 作为前锋来说 我觉得必须要尽快地去打入一粒进球 来巩固自己的信心 所以达德尔的内力 内力非常好的传球 给了我一个非常舒服的机会 所以非常开心吧 我知道德比的比赛和其他的比赛 肯定会有不一样 因为在中国 我的球队也 我的城市也有德比 所以我能够 我非常能够理解到这样的比赛 对球队来说 对球迷来说是意味着 只要是德比 肯定就是 整个球队的氛围 比赛的氛围和这种 球身的欲望 肯定会更加的强烈 输掉任何一场比赛都没关系 但是德比必须 目前 吴雷已经为西班牙人出战了七场比赛 共464分钟 贡献了13角射门 打击一球 并有一次助攻 作为球员来说 肯定是想去参加 欧洲的比赛 就是球队到目前为止 还是还是有机会 所以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经过这个半年的 半个赛季的磨合 希望下个赛季能够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表现 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 11年 梅西练成了当世无二的神功 比肩C罗一揽中山小 11年 被球迷系称为 零零路梅西的无垒 绕过了半个地球 终于堂堂正正的和梅西销售 得比结果说不上残酷 对于梅西来说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西甲比赛 他照常发挥 照常进球 一切如他能取物 而对于吴磊来说 这场比赛 也许同样没有国人 所想象的那般特殊 他替补登场 错过了两次直面球们的机会 领略了世界级的防守强度 在诺坎普的珊瑚海啸中 呼吸自如 这样的吴磊 可以说终于见识了大场面 而他的西甲之路 从此会更好 确实吴磊在登陆西甲联赛之后 应该说给出的数据是相当不错 尽管球队在近两个联赛中 是两场联败 但吴磊对于整个球队 带来的帮助 可以说从目前的 西甲联赛中来看 应该是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的体现 我们让诗科对于吴磊 因为记得志向 吴磊是从西班牙回来过一次 去到了咱们的训练场 当时有跟吴磊交流过吗 他回来之后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也和我们很多队员 我们在义务市 和我们做了一番交流 然后包括他在西班牙的感受 然后也能看出了他的身体 经过一段时间 也变得强壮了一点 然后他跟我们说 他那边的比赛 强度非常大 然后呢 有点跟不上节奏 刚开始 然后包括一些训练啊 包括一些日常生活 都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他也在慢慢地适应 那对于这个吴磊的刘洋 咱们队员们这边 是不是一个是感到 特别支持吴磊的刘洋 另外是不是 也是对于这个吴磊的刘洋 有点羡慕呢 对 首先作为球员来说 我们非常羡慕他 当然我们也希望 他代表我们中国 一个球员的身份出去 然后能发挥到最好 嗯 我们像我们这些 尤其像我这种踢后卫的 然后呢 比较困难一点 应该是从小出去 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我也非常向往 对 那李彦觉得这个吴磊 在西家联赛 应该是踢了这么多场比赛 一个助攻 一个进球 而且从目前来看 影响力在整个欧洲的足弹里边 应该是中国权力 历年来 虽然以前咱们有这个亚洲足球先生 范之义 包括像郑志 孙继海 但好像吴磊的这次的影响力 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队员 呃 因为要知道吴磊出去之前的高度 是完全不同的 呃 他在国内取得了射手王 包括最佳的球员 而且带领球队能够拿到冠军 呃 其实我想对于吴磊 呃 这次能够去到西班牙 呃 其实也是让世界上的一些俱乐部 能够了解中国球员 因为呃 有的时候我觉得 欧洲的一些高水平的联赛 对于中国球员呢 或多或少 稍微有点偏见 认为中国球员呃 可能国家队的成绩不好 呃 导致呃 对于国内的球员 好像感觉他们能力不行 嗯 但呃 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 嗯 其实呃 这样的一种表现 其实是扣开欧洲俱乐部的大门的 建议下的敲门专 没错 我觉得可能会给之后呃 国内球员走出去 对呃 这条路呢 会呃 带来一些便利的条件 是 就像当年的德甲联赛啊 很多韩国队员的涌入 其实在于第一个韩国队员的这个进入 应该是最早是吃饭根 进到德甲联赛之后呢 大量的韩国队员呢 被这个德国联赛中所看中 另外呢 包括在这个荷兰联赛中 也同样如此 我不知道力宝对于目前的这个 这个西甲联赛 是不是因为吴磊的这个加盟 因为很多的女球员 其实西甲联赛看的 还是比较少 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晚 第二个呢 呃 强队确实是就这么几支 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待 吴磊加盟到之后 整个西甲联赛 在目前上海 乃至中国球迷行动的地位呢 从我身边最直观的一个改变 就是跟我来聊西甲的人变多了 而且很多还有会说 哎呀 呃 好像原本也不是上岗球迷 但是会现在单独去支持一下吴磊 所以前面就是诗哥也特别提到 我觉得作为球员 呃 多少会有一点羡慕 但也会把它当作一个 好像是呃 有一个呃 模板可以来进行一个效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呃 另外我也提到 我觉得是刚刚结束这一场 和巴塞罗南的这个比赛 有一点好的是 虽然他是替补登场 当然我看到的就是 这一支俱乐部 他是在做比较稳定的事情 他并没有把吴磊 或者说前面我们提到什么 他比梅西的这个球迷 要多多少倍啊 把它当作一个很大的事情去营销 是还是回归到这一支俱乐部 或者是整支球队 应该要去完成的战术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好的地方 的确 那应该要感谢上海上岗俱乐部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把自己的当家射手 送出国外去进行比赛和踢球 对于整个中国足球来说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 屋里的例子 能够让更多年轻队员 看到自己在欧洲五大联赛中 去立足去成长 去发展的这样一些希望 那么把话题呢 再回到我们的上海上岗俱乐部 应该说呢 联赛的第三轮比赛 当时是面对着联赛中 这样的一种缺兵少将 大量伤病出现的一个情况 奥斯卡的受伤呢 确实让整个球队 在前场的进攻上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艾哈的位置前提 让整个球队在进攻上 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而且大型的绝杀球 我们这边呢 请出刘岳 看看这一期的阅读中超 他如何来点评 上海上岗的第三轮比赛 一块来看一下 阅读中超由电管家 您的企业用电专家 冠名播出 阅读中超由电管家 您的企业用电专家 冠名播出 我们现在呢 也开始念广告了 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阅读中超栏目 对五星足球栏目呢 是越来越关注 同样可喜可贺的是 这个周末呢 上海的三支球队 上岗生花和身心呢 都赢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跑 虽然最终 霍尔克把这个球做进来了 但是埃尔克森这边的思路呢 已经是断掉了 这是艾哈曼多夫上半时 由手转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那就是手都很好 转入进攻的时候呢 有点不太适应 再看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局面呢一再发生 霍尔克的球分得很好 给了艾哈 到了这个区域 大家如果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的话 换成奥斯卡他怎么突破呢 肯定就是黄色区域 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突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艾哈呢 处于保守状况之下呢 把球传回来了 这个时候于海再给他 再来做一次运作的话呢 艾哈就看出来被对方逼的呢 有点没办法了 不仅仅最终传中没有成功 这个球呢 也突然间把球传回到了中场 使得这次进攻呢 假言而止 对埃雷拉来讲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击的策略 沙曼斯这种情况呢 是出现的比较多的 包括这次同样是处理反击 同样是三万元 但是对艾哈来讲呢 这个位置上 如果他像奥斯卡那样去运作的话 是有很好的一个空间的 但是能力和特点呢 决定了他不太可能那样去做 所以这个球呢 他可以选择同样的一个位置 给胡尔克 或者说给远端的艾尔克森 但最终呢 艾哈曼多夫还是没牵住气 用了一脚 他并不擅长的左脚的传球 最终呢也没成功 他的跑位能力很强 他的参与进攻的这个速率也很快 但是让他处于一个主攻状态的时候呢 往往他就很难 在这一瞬间找到一个进攻的感觉 但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呢 就是当有人去他跑位 需要他做一个简短的配合 进行一个集中配合 并不是跟突破的时候呢 他的球还是传得出来的 而且呢传得还是不错的 这次跟于海的配合 不成功之后呢 回过来再做一次配合 虽然左边路呢 显得稍微有点声色 但最起码这个球打下来之后呢 艾哈的处理球还是比较好 我还要奋电话 对咱们学费的并不是跟在这个城市 上海的布园 也不喜欢 在这个球场上 尤其是 大事 全国以外 无法 全国的 没传给埃哈梅多夫 面对四个人的防线 霍尔克还是进行了一个突破射门 虽然最终没打好 但是这是上岗在反击当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旦人数不占优势 需要超强的个人能力进行补充进行弥补 这时候我们看埃哈发生了第三次的位置变化 那就是李生龙上来打右边 让埃哈再回到他自己的后腰的位置 这样的话会发挥他的优势 会让他扬长臂短 长处是什么 他可以审时多时的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 而选择什么时候插上 什么时候不去插上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个每次要做的必选题 如果你打一个纯进攻选手的话 你要做一个必选题 就这个时候你必须的攻 那个时候就没有选择了 而他回到后腰位置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选择题 而这个选择题的答案 这就出来了 做得非常棒 通过身前的观察 注意到对方的空档出现 而这个时候呢 他就选择快速的插上 李生龙的球做的又聪明又合适 而且分量也棒 所以埃哈曼多夫呢 这条球打进去 既有他个人最擅长位置的 这样一种突出的表现 同时呢也体现出来 就是说每个人的特点和他的位置呢 还是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教练员 他的这个变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说这个言情小说讲 一个男人善变是不受欢迎的话 那如果作为一个教练员来讲 在场上 他不但能变 而且善变 佩雷拉这一点呢应该算是 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他超强的个人能力了 感谢刘悦所带来的这一期啊 关于上海上岗的阅读中超 那确实呢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 奥斯卡的确证呢 对于进攻上是有影响 其实时刻奥斯卡的受伤 在比赛之前发生以后呢 其实确实队员们是不是在进攻上 会有一些特别怀念奥斯卡呢 是的 因为我们奥斯卡的能力也不用多说 我们得非常相信他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 尤其像我们后卫的感觉更深一点 我们在抢下球的那一上那 会第一个会找到他 然后让他来组织串联这个进攻 然后呢也是我们去了华夏的那个财场 然后财受伤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队员也要 更加专注的这场比赛吧 对 受伤的情况严重吗 能赶上之后的尽快的联赛和压冠的比赛吗 应该不会耽误后面的比赛 因为我们队也有很好的一个 医疗系统 对 是 那今天呢其实时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不但这个人来了 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还带来了一份礼物啊 我们让时刻给大伙展示一下吧 这个礼物自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2018年 然后中超联赛夺冠的一个 读冠T恤吧 冠军T恤 冠冠T恤吧 上面有时刻的这个亲笔签名啊 咱们这呢跟大伙来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我们的微博上呢 找到五星足球关注啊 并且评论或者转发 咱们的时刻呢就会把这点 应该是充满了幸运和冠军喜悦的这个球衣 因为毕竟它位置呢和胡尔克有所不同 它还是偏后一些的 离后方线上的距离相对比较短 所以连接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他一不踢呢 感觉好像在中场的串联 包括其实到了前场以后的出球 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从超级杯的比赛到联赛到雅冠的比赛 其实我们看胡尔克一场比一场的身体情况要有所改善 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没有到达一个比较好的竞技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应该还是进攻当中比较左倾的 那是偏向于奥斯卡这一边的 是 所以少少还是有些担心 不过球队一个赛季下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缺冰少将的情况下 有可能一直会延续 一直会产生 但是怎么样克服 怎么样去弥补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时刻应该说这个赛季的阵型和整个阵线变化 因为咱们这个 五中场 也会说五后卫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防守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上个赛季呢 对于上海上岗来说 拿取冠军其实可能更多 除了进攻上 无垒门的表现 出错之外 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于呢 防守做得很不错 整个赛季丢了33个球 连赛中状态非常棒 今年呢 从连赛 杯赛 超级杯来看的六场比赛 应该说是丢了四个球 整体的防守状态也不错 也是很高兴的看到 球队的防线能够做得如此之出色 包括像时刻 像贺冠 包括门将严峻林 都有着极为出色的门前 和整个比赛场的发挥 那咱们的这一期 善导对方呢 是走进时刻的搭档贺冠 我们一块来看看贺冠 面对我们的话筒 如何来表达 他的个人状态 一会儿来看一下 善导对方 有延缓球队的备战脚步 不过在没有了多线作战 密集的比赛计划之后 训练之余的上岗队员们 还是得以将自己的生活节奏 稍稍放慢 而上岗的后方中间贺冠 也在秀赛期中忙里偷闲 参加到了一档广播节目的录制之中 作为已经在整个中超文明侠尔的 硬汉型中卫 贺冠在场外腼腆而害羞的个性 如同他硬朗的球风一般 为球迷们所熟知 在上岗队内 贺冠被队友们称为贯子 这固然与他固若金汤的防守表现密切相关 但证明后方大闸 惜字如心的说话风格 也让不少球迷 对于这个绰号的真正来源 乐此不疲 在贺冠先前几次接受 五星足球采访时 他的采访风格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在这一次的广播节目中 贯子的画匣子却被打开了 也许是没有了镜头的关系 一个与我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贺冠 出现在了麦克风之前 我觉得特别放松吧 相对那个有视频在前面的话 我觉得更敢说一点 之前我觉得可能也就一分吧 今天来我归我能打个九分 对于贺冠来说 刚刚过去的一年 如同里程碑一般 值得被自己长久留纪 在帮助上海上港夺得了 对时首座中超冠军之后 贺冠又在休赛题中 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 在去年12月 贺冠在上海 与相识多年的女友正式成婚 在先前几次接受 五星足球采访时 贺冠曾多次表示 希望能尽快完成成家的愿望 而此番得偿所愿 更是让这名出生于 山东泰安的年轻中尉 在球场和琴场上 都收获了巨大的丰收 自己这么下一个功夫 就想组建一个家庭 在上海的时间 现在比我在家的 家庭时间要多 可能在家待到七岁 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在上海待了 也快十年了 十多年了 然后也是圆了父母一个梦想 然后也希望我在上海 就是坐稳脚跟 然后脚踏实地地 在上海安个家 在2019赛季中 上岗的93一带们 已经更进一步 彻底坐稳了球队的主力位置 而作为93一带的脚脚主 贺冠更是与老搭档 时刻一起 成长为球队的后防中间 对于这些一路 从根堡基地走来的队员们来说 未来的几个赛季 无疑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 而继续为上岗 在各项赛事中争取冠军 更是他们的最大目标 在结束了本次广播节目的录制之后 面对镜头的贺冠 我们也确实希望贺冠能够 在今年来做客我们的五星足球 当然对于时刻来说 应该说加盟到上海上岗之后 今年应该是第五年了 之前的四个赛季 其实这个中后卫的搭档 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跟贺冠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了 我不知道怎么来评一下 这样的一个中后卫的搭档 整个比赛中的防线 你们两个人目前非常有默契 点评一下吧 我觉得和贺冠搭档非常的踏实 因为我之前和几个搭档 在搭档的时候 厂上有一些沟通 可是做出来的反应 不是那么及时 或者是说也有一些 在我传达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或者说我的行动的时候 他有点自己的行动 导致我们俩有点反方向在走 就是在那一刹那很关键的时刻 但是我和贺冠的时候 他是我在说说我要行动 或者说我要支配他的时候 他就是按照我的行动在走 那这样 我和贺冠啊 或者进行一些对抗的比赛也很少 对 但是呢 那个时候其实对于 下面的青年队 其实有一些核心的球员 你像冯刚啊 陈中流啊 石科啊 这几个队员 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而且通过一些介绍的 也知道这些球员迟早有一天 肯定是在中超这个舞台上的 所以我觉得 刚才石科说的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你作为后防线上的搭档来说 首先两个人思想要统一 只有统一思想以后 行动统一了 那这条后防线才能更完善 如果说各自想各自的东西的话 可能你作为搭档或者配合来说 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瑕疵 确实 而且像石科他们的这个成长 包括到目前的成熟 也证明另外一点就在于 做好俱乐部的轻训 其实对于俱乐部的将来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当然对于上海上岗来说 三轮联赛中是拿了九分 目前在整个联赛中是暂时位居第一 很不错 那另外一支上海球队 上海深花队也终于能够在第三轮比赛中 是收获了今年中超联赛的第一场胜利 在课长比赛中也是久违的胜利 他们战胜了河南纪念队 拿到了三分 那咱们这来会同样请出刘悦 让他带来这一期《阅读中超》之上海绿地深花片 一块来看看刘悦的战术分析 阅读中超由电管家 专属于您的电力守护者冠名播出 深花迎来了赛季的首胜 而且这场比赛呢 踢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如果从大的战术角度上来考虑呢 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打了一个 很标准的防守反击 同时呢胜是胜在防守的质量上 所以这个整个防守体系当中呢 我们全部夸奖一遍 但不能挨个夸 今天我们就单拿出一个 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球员 朱晨杰来好好地夸一夸 这场比赛呢 朱晨杰首先让我们一个感觉 就是他对单防一的能力呢 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特别是像这个巴索克这样的球员 是很难的 而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身体强壮有优势 同时呢非常善于贴身逼抢 这种贴身逼抢呢 不管是绕前还是身后贴近 让对方转不了身 起不了速 这场比赛 朱晨杰面对巴索克的几次对抗当中呢 都交出了一个 这个分数很高的答卷 不能说满分 但是分数是不低的 我们看这次 他如何处理 逼出来防巴索克 同时呢 还有坚固的身后 被对方反差身后的这个风险 紧紧贴着 一旦对方呢 反差之后 没有形成背后的突破 赶紧靠近 同时保留合适的距离 因为贴得太近呢 对方一旦有这种动作出现 一转身 他是来不及转身的 所以这个球在处理逼和收的关系 时机以及距离方面呢 朱晋杰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很难想象 这么年轻的球员 有如此成熟的这样一个技巧 这绝对跟他青少年时期 接受的训练的基础 完全离不开的 再看这次 面对对方高大中锋的倚靠 他是选择拉开一定的角度 在侧身后方站位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 在进行一个绕前防守的时候呢 不被对方所倚住 能有自己一个 这个断抢的空间 这一点呢 这场比赛 朱晋杰表现得非常聪明 不断面对着巴索哥 还是其他的对方的强力中锋 这点上呢 都是这么不错 我们看 到了下半时 最精彩的一次救险 他这种跑位呢 最重要的是他观察 一边往回跑 一边兼顾着身后 自己应该堪放的巴索哥 同时呢 再看身前方 这个位置上危险 或者有威胁位置上的情况的发展 所以他的跑动的方式 和观察的频率 都是非常合格的 不停的在看 不停的在移动当中呢 评估他所面对的 这样一个防守的可能性和趋势 而这种趋势呢 决定了他最终 出现在哪个位置上 我们再看 在中间 对手突破了 两个中位的防守的时候呢 朱晋杰 注意力放在了这边 同时呢 依旧不着急 因为他还要监控着 对方在他身前的这两个人 一个巴索哥 一个伊卧 直到最终决定 这个球很可能中路危险的时候呢 他才收进去 所以整个跑动过程当中呢 朱晋杰 什么时候往后看 什么时候往前看 如何保持一个观察 到两个点的这样一个观照 评估身后的风险方面呢 也做得很成熟 另外一个 三中位体系当中 是要求边一位大胆进攻的 而他的身后的位置呢 就要靠边中位来保护 在这点上呢 朱晋杰做得也很棒 我相信 王伟这场比赛之后 应该也会请朱晋杰 喝一杯 喝一杯饮料 而不是啤酒 他在这方面的保护 做得是非常出色的 之后我们再看 同样防对方的反击 特别是面对 巴索哥这样一个 速度快的球员 每一个后卫 首先想到的是往回收 别让对方的速度呢 打成了自己的身后 但是往往 对方拿脚下的时候呢 这个后卫 在逼出来的实际上呢 会选择保守 这样的话呢 就会给对方转身的空间 而这次我们看 朱晋杰先往回收 一旦发现对方没有打身后 打脚下的时候呢 马上再顶上来 再靠近 再干扰 使得巴索哥呢 转身很困难 而且往前领球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也是朱晋杰这场比赛 非常好的一点 那就是在自己处理 这个逼和收的关系呢 是很不错的 当然也不能全夸 如果是想成为一个 优秀的中尉的话呢 朱晋杰的传球能力 还要提高 特别是在他并不擅长的 左脚传球方面 这场比赛的上半时 有连续好几次 一旦需要有一个 直线长传输送的时候呢 他的准确程度 还是稍欠缺一些 特别是什么情况呢 当遇到他的正面 对方给他压力 来扑抢他的时候呢 还是稍有点慌 我们看这次巴索哥 已经快速靠近 而朱晋杰呢 出球方面呢 稍显有点仓促 或许是跟他的这个经验 或这个稳定性 有很大的关系 一旦这一环节 再提高的话呢 其实作为 现代的中尉来讲 朱晋杰的防守能力 已经是可以在中超立足 提高一下出球能力 遇到更强的对手 更大的压力的之后呢 这样才会成为一个 现代型的 更全面的中尉 我们再看 第三个这样一个例子 也是相同的情况 转移过来之后呢 前场藤云定的位置 跑得很好 把索哥靠近 近距离脚下球 是被有压迫感觉 出现之后呢 他选择传一个支线球 给曹云定 这个球的线路还行 但是分量上呢 没有掌握住 当然了 对于一个年轻群人来讲呢 我们不太能要求很高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 非常被大家看好 有潜力的中后尉来讲 进贡的全球能力 如果再提高一下的话 那么朱晋杰 未来在队里边 所起到的作用呢 将会是越来越大了 阅读中超 由电管家 您的企业 用电专家 冠名播出 确实 深花队应该说 在第三轮的比赛中呢 这个人员是更加充裕了 这个国奥队的选手 回来之后呢 做出了一些辩证 终于能够去赢得比赛 有点惊险 但是呢 三分到手 立报看了比赛之后 对于深花队的这个状态的改变 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其实无论我们说 从这个结果 还是阵性来看 大家都知道 这一些小队员的回归之后啊 的确给到深花 还蛮大的一个变化的 而且我觉得前面 就像刘也提到的 像朱晋杰 对于球队的一个帮助 包括我们也知道了 前杰给啊 他来到了球队 或者说他登场之后呢 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 其实我觉得 也自带给深花 带来一些不同样的新闻吧 李彦我不知道看了这个深花 和河南界的比赛了吗 因为前杰给殖民队员 原先其实是打到一个 这个后腰的位置 或者说一个边路 负责进攻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场比赛呢 深花队的变证中呢 他是打到了一个右中位的位置 对 你对他的表现 怎么做点评呢 总体来说 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可能我们更期待 他在后腰位置上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这场的客串 打了一个右边的中后位 其实整体来说 应该还是能够对抗上的 但是要知道 河南界启明这个外援的前锋 实力还是非常强 所以防起来呢 对我还是稍稍有些吃力 不过我想第一场比赛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能和身旁的这些队友 通过东迅 通过这样第一场比赛呢 能够表现出来 我觉得慢慢投入状态吧 确实 当然对于这个上海深花来说呢 拿到三分这个结果 可能是最重要的 当然另外呢 对于深花的好消息来说呢 一个就是前杰给能够 在联赛中登场了 另外呢就是这个国澳的双子星啊 也是都能够回到了目前的这个拘留部里边 虽然是刘若凡有伤在身 但是呢 整个深花队目前来看 除去停赛队员之外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齐整的 那咱们正来到这一期的相聚深花 咱们走进深花的国澳双子星 在结束了123亚洲杯预选赛的任务之后 深花的两名年轻中尉 朱成杰和蒋胜龙都已经回到了球队 他们将跟随球队 开启下一阶段中超联赛的整成 那么今天的相聚深花 就让我们去听听这两位年轻球员 是怎么样点评 已经过去的123亚洲杯的预选赛 以及如何展望接下来的中超联赛 在结束了国家队任务之后 深花的两员小将朱成杰和蒋胜龙 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 过去三个月的集训和比赛 加上辗转多地的长距离飞行 回到康桥基地时 两人的感觉只剩一个字 累 目前呢肯定状态会有些疲惫吧 一个星期三场比赛 打下来将近圈打完了三个月 这就约下来我们备战啊 都挺辛苦的 我们比较疲惫吧 我们这三个月的集训 都是为了结合的这个比赛吧 然后也一直在对结合比赛的这些 就是对手上面进行一些训练吧 然后也提了很多场热身赛 然后最后也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两人搭档中卫为国出征 可以说是收购满满 在西丁克手下 他们不仅在奥运会预选赛的赛场上 顺利 就更加需要自己的个人能力了 然后不管是控球还是对方方面 都要更加的就是充分 然后这段时间的力量也连得挺多 此次预选赛事关明年1月 U23亚洲杯的正赛席位 同时也直接决定中国足球 能否进军2020东京奥运 前两战顺风顺水的国奥队 在与马来西亚的关键一役中 陷入苦战 全靠蒋胜龙最后时刻一锤定音 帮助球队干平东道主 惊险地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这场球 两个丢球都很低级 下半场的时候 然后随便来得有那么低级失误 我们也很交集 中会的话 都会可能会自己不懂了 他这球的话也没有办法 可能他不知道后面的情况 对吧 然后 他这也不能这么说挖坑吧 反正我尽量能帮助球队 然后进一球 然后下面教练就让我指挥 我上去 上去这边 真高点 就刚上去 背后我传了一个球 然后第一 很幸福 然后为国奥队尽头 然后心里也想 应该是出现了困惑 发了一个红包吧 然后 庆祝一下 赛后 俱乐部为了表彰 朱晨杰 蒋胜龙和刘若凡 在国奥队中的突出表现 第一时间开出加奖令 不过相比于物质上的奖励 俱乐部对于自己付出的肯定 让他们更为感动 在长时间的集训之后 他们也希望能尽快融入球队 最新的战术打法 为生花做出贡献 很感谢俱乐部 对我们的看重 然后还有对我们 表现的认可 回来之后 还是按照教练的战术要求 努力去 替奥梅上比赛 其实跟生花 俱乐部 待的时间是比较短 经常还是在 国奥队国际队来 还是适应这边 整体 然后因为换了新教练 我们也没有参加过比赛 就是融入整体 然后尽快磨合 赵练的战术 为了全力支持国奥队 生花赛季初的人员调配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朱晨杰和刘若凡 一直都是球队的主力轮换 蒋胜龙也已经完成了 自己的一线队首秀 此番三元小将回到队中 也为困境中的生花 注入了一记强心计 回到球队 只有不到五天时间 朱晨杰就在 周末和健业的比赛中 首发出场 全场比赛 他在和对手 两名喀麦龙外援的 缠斗中丝毫不落下风 与次奉上 极为精彩的防守表现 而蒋胜龙也在 比赛最后时刻 替我登场 利用自己的高度 为后防线 增添了一道屏障 小将们的回归 为生花带来了 立竿见影的变化 久违的胜利 也适时到来 而他们给自己 接下来的目标 也很实际 那就是 争取代表生花 多打比赛 积累经验的同时 也帮助球队 取得更好的成绩 还是希望能多期比赛吧 然后这样的话 在联赛当中 也能就是 更加自我提高一些 一些方面 还能提高 最大的看法 就是自己能上场 希望能上场 为生花取得三分 从小 朱晨杰和蒋志龙 就一直在中位的位置上 并肩作战 两人的关系 不是兄弟 却胜死兄弟 早在99-00梯队 加盟生花时时 两人就被寄予厚望 接下来 他们还将接受 国家队和联赛的 双重考验 相信属于这对 黄金搭档的未来 很快就会来到 跟亲兄弟一样吧 偶尔开开玩笑 搭档了个八九年了 差不多 动工很明确 因为现在在场上 偶尔就不需要交流 因为眼神就知道该干嘛 全力以赴 然后打好自己的成绩 因为这一部线面的对手 是很强很强的对手 加州最高的水平 所以自己努力 然后打好 下场内战 确实生花的这个国奥队员呢 的确在本次国奥队的 预选赛中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们能够回到联赛之后呢 对于生花的防线 对于生花的中场 也能够去做出更加好的贡献 当然力宝这边呢 生花队也是带来了一份 他们的礼物 要送给我们的五星足球的观众 跟我们大伙来介绍一下吧 是 就是我手上的这样的一面 生花的对齐 而且上面的是有 朱晨杰 这个蒋胜龙 还有刘若凡的亲笔的签名 那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到的是 五星足球的官方微博 并且转发就有机会 可以赢取这样的一份福利了 确实也希望大伙能够来 共同在微博上 找到五星足球 转发评论 就有机会来获得这样的一份 我们三位年轻队员 所送出的精美的礼品 我不知道李燕怎么来点评 咱们这个生花队 目前这批9900 在队中能踢上球的这三位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像蒋胜龙 朱晨杰 朱晨杰因为上个赛季就开始踢了 还是展现出来 和他年龄不是那么匹配的老道 当然我比较期待蒋胜龙 他的一个创造力会来得更大一些 因为他中后位包括后腰也能踢 而且他脑子相对比较灵活 当然刘若凡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队员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现在出现了一些伤病 当然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 因为要知道作为生花来说 现在也是缺冰少将 的确 当然生花这边也希望能够在之后 尽快的走出目前的一个低谷 当然几场胜利 能够给球队的未来带来一个更加好的期待 时刻咱们这儿呢 上海上岗的应该说在之后 整个四月份到五月份的赛程 非常的紧密 算上亚冠和联赛的话 其实有很多周是一周双赛 不然目前球队对于这个未来的困难 做好了充分准备吗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然后呢 每个球员呢 也积极的康复 有伤病的 然后我们的医疗团队也 亲近复出啊 然后为球员做好康复 尽快的复出来帮助到球队 然后做好一个赛程密集的一个 一个大型或者说 运动量比较大的一个比赛 然后做好准备吧 也是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一个成绩 是 无论如何希望上岗能够在之后 整个四月 包括整个2019赛季 在联赛 在卑赛中有更加好的表现 也非常感谢时刻的到来 确实呢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的三位跟我们一块 在这一块来畅聊了国内的足球 也希望咱们时刻回到球队之后呢 能够有着更加好的表现 把整个上岗的防范的里马能够扎得更紧 为我们带来更多临风的场次 感谢时刻 也感谢力宝 感谢李燕 好 我们下面会进入到这一期的